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软软 今天这期视频也是录一个烤串的 就是我之前说的 录我们家附近的另一个烤串 然后我买了蛮多的 将近200多人民币 然后剩下的 就我里面挑出了一些 给了我爸还有大胖 但是不多还是主要的还是在桌上 所以这家烤串是挺贵的 然后这个烤串就是说 现在看这个视频呢 如果觉得P1P话很多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P2 P2我应该会剪一个纯说话版的 然后一样的老规矩 这个视频的话 你们要多给我收藏 然后多给我那个弹幕 然后我还是会在弹幕里面抽奖的 具体你们看一下简介 然后 这个东西 就是说上一期不是 这一期P1不是纯齿啊 我来讲讲这个传说 我一直想告诉你们 就是嗯 你去吴京 就是我是吴京的嘛 从小土春土长在吴京 然后呢你从你如果去吴京 找一个80后或者是85后 或者像我这样的90后 你随便找个人 问他们有没有吃过老头烧烤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他吃过 甚至你闽航区去问一些这个年纪的人 整个闽航区啊都会有很多人吃过 因为他老头烧烤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轰动的一样东西 那现在已经没有了 就是问你们不用去查什么 现在就有些人查大楼脸片去查老头烧烤 其实你已经查不到 嗯 老头烧烤是什么 就是他以前有一个就是在吴京商社那边 然后很老的那时候还没有就是装修的很漂亮 这大概是我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 那时候有一个老头 然后他自己就是说造的那种就是烧烤的那种铁的那种烤架的东西 然后一直站在那边烧烤的 然后他的烤串类似于这样子是这样子的猪颈肉 然后呢所有的都是穿在钢丝上面的 然后在那边烤 然后我们小的时候是都就是说求着父母去吃这个 而且这个老头烧烤为什么这么有名 因为他很香 然后呢你隔着很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到浓浓的香味 然后呢每次去他那个摊位那边 都围着很多很多人 然后大家都在等 然后因为他考是现场考的 拿那个钢丝 然后五毛钱一串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是五毛钱一串 然后呢他生意好就好到就是我们 就是比现在的网红店要更牛逼吧 就那时候哪有网络啊 电视节目都很少 然后他几乎就是说人山人海 然后有很多人慕名而来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吃的 然后但是他而且他有很多传说 我今天就在讲传说 其中还有人传说当年有那个 因为他是个摊位嘛没有店面的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不合法 然后当年就会有很多当时有人说是有位间所的人都会过来吃 就他们不是位间所不是应该是查封别人的吗 但他们都会过来吃 但是这个是传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然后他还有很多传说 然后这个老头烧烤他做了多少很多年以后呢 他就有一段时间他就不在了不在那边了就是不做了 不做了以后 老头烧烤的那个位置对不对 他隔壁是有一个烧烤店的 但是老头子是每天几个小时出来 不是说每天都在那 五十五个都在那 然后呢他们那个烧烤店的老板好像 当时是这样子的 他们两家都是摊位 老板是炒炒面的 然后老头是烧烤的 然后他们关系比较好 后面这老头老了可能做不动了 然后就是他就把这个秘方 卖给了这个炒面的老板 就是我这个也是听说的 就是人家说有些人说是卖的 有些人说是送给他的 然后呢这个老头烧烤退休了以后 他不得了他又走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摊位的老板 继续去用他的秘方烤 而且那个时候摊位的老板 已经在他们那个摆摊的位置 把他后面那个店铺给租下来 从此以后老头烧烤 就是说老头就不见了 他就变成了一个实体店 然后就是我今天买的这家 叫做试果烧烤 然后我不是大广告 我不推荐试果烧烤 是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没有老头烧烤 当年的那种灵魂了 他试果烧烤也很好吃 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的配方 和老头烧烤真的很像 就是你吃起来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少了一丝灵魂 灵魂是什么我后面再说 但是说少了这丝灵魂以后 但是试果烧烤你还是可以吃的 并且他有一段时间 也是风靡我们整个吴京 在吴京没有这么多餐馆之前 还是很受欢迎的 然后这个老板当年 就是说也是做的很大案大 然后他现在还开了分店 当然他现在生意也挺好的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 他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说越做越差 而且越来越贵 就现在你就买这个小肉串 就是这个经典的这一款 就是他本来已经是天价了 我觉得很贵 每次你没有点多少 也没有吃饱 已经两百多了这样子 所以这样diss一下 然后继续说 还有一个传说 就是说那个老头嘛 很多人说那个老头 因为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卖这个猪肉串 赚了很多很多钱 说他什么龙华啊 徐家会都买了好多套房子 这些都是传说 但是我后面回去验证 就说他在是靠这个买的 然后后面也有人说老头子 不是几年没出来吗 说他是跟他打架 然后坐牢了 也有人说他是之前还当过兵 然后说还有人说他死了 说他得病死了 然后这些事情都是传言 就是在他消失的这几年里面 都是传言 然后直到前两年 就是大概在六年前的时候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头双考 是六年前 六年前去我娘娘家玩 然后呢 我娘娘家有一只大狗 然后那只狗现在已经去世了 但是六年前 他也将近有两三岁了吧 这只狗 然后这只狗我是跟他 就是说我是看着那只狗长大的 然后跟他很有感情 因为我每年暑假都会带着那只狗一起玩 然后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挺好的 然后我就会遛他吧 然后那只狗是一只拉布拉多 然后你知道拉布拉多是很聪明 而且很亲人的 他是绝对不会 就是他 我这只狗我带了这么多年 他从来没有激动过 然后也没有就是对人有任何那个 他这只狗真的很聪明 他还会皮虾子掉了 会帮我和我娘娘捡皮虾子 会帮我和我娘娘提菜篮子 还会帮我们拿伞 我们忘记拿伞 他会帮我们叼回家的 然后所以这只狗是很聪明的 然后有一次我带他走走走走 突然间就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然后我就知道 哇老头烧烤摆摊了 吃过老头烧烤的人 你闻到那个味道 你就会奔过去 就是差不多 就是爱吃的人 就会呜呜呜呜跑过去 然后就因为他每次都排队嘛 所以说肯定闻到他的味道 就快点过去 因为老头烧烤的味道 和室国烧烤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室国烤烤是没有老头的灵魂的 对不对 然后那次我就见到了老兔子 就是他又付出了 你知道 就是 那他 但我再看到他的时候 不是这么多年 他从他那时候走了 然后后面把配方给这个室国 然后室国又经营 然后直到他这样子又出现 已经好几年了 然后我那次就又看到他 然后我就赶紧已经买了 是不是 因为就是那时候很有感触嘛 然后一样的设备 一样的钢丝小肉 然后一样的老头子 但他老了很多 然后我就 付了钱就买 然后就等 然后第一次 我娘娘家那只狗 它叫Nunu 我们上海人就是 很多狗啊 或者是小孩子 会喜欢叫它Nunu 然后那只狗叫Nunu 就是意思就是宝宝啊 男男 Nunuano 意思 然后他啊 闻到这个烧烤的味道 眼睛都红了 然后别人不是已经买了吗 买了以后拿手上再吃了 对不对 他就扑过去了 就是抢人家手上的肉 扑过去抢 然后我当时吓死了 因为这个 万一扑到人家赔钱 或者干嘛 然后我就死活 拉出那个狗链子 然后 因为他很大嘛 然后我以前就比较瘦 我以前录视频前很瘦的嘛 然后他很大男子狗 然后发疯了 然后我就拉拉拉拉出他 然后把他拉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然后跟我娘娘讲 然后什么什么 他才正常一点 所以说 你们想想看 这只狗从来都没有发过疯 他也不是说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我娘娘对他很好的 经常给他吃大鱼大肉 就是给他吃的不健康的 人吃东西他都吃过 但是第一次我看到他这样子 就发疯掉去扑别人 就我当时是震惊了 然后就是现在在讲另一个传说 为什么我觉得狗会发这样的疯 为什么市国烧烤有的配方 他都做不出老头子的那个味 味道 因为很多很多很多人都说 老头烧烤里面的肉 它是放了阴素的 就是说好像是阴素壳还是什么 它是煮成那个水 然后把肉泡进去 然后拿起来然后再烤嘛 然后所以说 这个肉才会烤出来这么香 然后让人吃了还想吃 然后但是市国烧烤呢 为什么他的肉就不是这样 因为他们是实体店 有味尖锁会来查的 你用阴素的话不是找死吗 所以说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然后我同事他们也是这么传的 因为我后面工作了遇到的同事 他们也是都是吃过老头烧烤的 我们有这么聊过 就是有其中是有住在别的地方的 也有住在我们五金的 我都听了他们有说过 老头烧烤是放阴素科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个传说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因为我现在已经很多年都没吃过了 然后后面不是老头子又出现了吗 然后他烤了将近又烤了几个月大概 十二百摊 十二不摊摊 然后后面就又不摊了 然后就直到至今就再有了吃过 然后我大致上说那几天 还有就是我要揭秘什么 就是有人说老头子死了 就是有人说他消失那几年死了 然后以及这几年死了 然后我前两天 就是我这个事情是前两天才知道的 原来我外婆 就是我外婆不是住我们家附近吗 我一直去外婆那边吃饭的 有一次跟我外婆正好聊到这个东西 老头子是我外婆的朋友 他们是好朋友 就是老头子比我外婆老很多 但是他们认识的 然后以前因为我外婆好像他以前喜欢去跳舞 然后老头子也要跳舞什么 然后他们就一群大姿马就认识了 然后老头子是我外婆的朋友 老头子的老婆是我外婆的朋友 然后我外婆说他没有走到 也没有死掉 但是好像前段时间是生过病 但是好像老头子的孩子 不是孩子 老头子好像是有儿子的 然后就是说我外婆说老头子的确是有很多钱 他的确在龙华和徐教会都有房子 而且好像四套还是三套 但不知道是不是卖这个肉赚出来的 但是他的确是挺有钱的 然后这个他到底有没有死 到底有没有坐牢的事情 我就说出来 他没有死也没坐牢 因为我外婆认识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然后0133我就不记得了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次是我的同事 他也一直跟我聊起老头烧烤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那种 没有吃过老头烧烤的同事面前训言 就说你这辈子没吃过老头烧烤 你真的是你网做烧烤的人这种 就网平时这么喜欢吃烧烤 因为真的忘不掉 然后我那个同事说有一次他 因为他跟他老公还有他小孩 他们特别喜欢自己去烧烤 就他们自己就背着装备 就去那种山上 或者是去那种专门烧烤的地方 就自己吃串肉烧烤 然后他有一次去那个地方 就闻到老头烧烤的那个味道 然后他看到是一群年轻人烤的 然后他有过去问 然后那个年轻人说好像是他 他们好像是干嘛 反正就是老头的亲戚是干嘛的 那肉是老头都做的 然后他们烤的是有秘方的 然后我同事那时候就跟他们讲能不能卖 就是我同事说花钱买 买他那个肉串 然后他们都不肯卖 然后同事后来也就没吃到 但是也有说过这件事情 然后我有影响 然后其他有些我就忘了 我先吃 然后啊 然后还想说是这个就是吃过烧烤的 然后吃过烧烤现在有两家 在无精 然后生意都挺好的 但是已经没有灵魂了 就是说吃过烧烤的这个肉串嘛 你如果没吃过老头烧烤 你尝了以后 你会觉得蛮好吃的 是好吃的烧烤 是很有特色的和普遍的烧烤 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吃过烧烤烤 你就觉得这个就是 嗯 没有灵魂 好 开始吃了 刚刚讲那么多废话 这个太烫了 现在正常一点的温度 然后我还点了世国烧烤的羊肉串和 然后掌东宝这个给大部分 给大部分